荼毒着中华大帝 广州芳草街的一间民房里 传出婴儿细弱的哭声 这名刚出生的女婴是家中的老四 被取名陈矮翘 战火中的家人不曾想到 在此后的岁月中 她竟成长为一代舞蹈名家 被誉为离足舞蹈之母的陈翘 陈翘的父亲在抗战中牺牲后 全家人返回了潮汕老家 一家人开始了寄人篱下的生活 她说孩子啊 你们从此没有爸爸 她给日本打仗的时候 死在天里 完了以后 我还记得 我哇一声就想哭 我妈妈马上那个手就捂住那个 大姐姐她们个个都捂住 不敢哭 因为怕人家屋主把我们赶走了 解放后 逐渐显露出表演天赋的陈翘 进入了潮汕文工团 做小提琴手 后成为潮剧剧改队工作组成员 我很不喜欢 每天马上都坐在你帮唱啊干嘛 自己就对动作啊 对舞蹈的那个我特别特别喜欢 命运的神奇降临了 时任广东省文化厅厅长的林珊 来潮汕文工团视察 陈翘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到来了 我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大的勇气 我就跑过去了 我说我不愿意 他说你不愿意 我说我不愿意唱戏 他说那你想干什么 我说我想跳舞 我要跳舞 铿腔有力的四个字之后 陈翘的一生就与舞蹈 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 适逢海南民族歌舞团筹备成立 在临山的安排下 陈翘成为了团里的舞蹈演员 他跨过大海 向着憧憬中的梦想逝去 五十年代的海南通杂 蒙昧初开 条件原始 房屋多为茅草搭成 陈翘和同伴来到的第一晚 就令人惊心动魄 就几栋茅草房在那里 这个就是歌舞团 都是茅草嘛 那个蛇就跑进来 盘在那个床脚 那个睡着还迷迷糊糊的 把蛇起床就起来 那个脚一踩下去怎么软软的 那个脚怕是蛇啊 一拿起来 砰一下子哈马 那个哈马就从那个水鞋 砰一下子 吓得你要死 碧露蓝绿 沐雨至风 陈翘却以极大的热情 投入到舞蹈表演中 很快 业务突出的陈翘 成为了团里的女一号 随团到海南各地 去实地演出 在这个过程中 陈翘却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团里有好多少数民族的舞蹈作品 却偏偏没有离族舞蹈 艺术源于生活 怀着为离族 创作一支舞蹈的强烈愿望 陈翘随 彩风团走入了海南的大山 他要去挖掘离族最原始的生活 和最原汁原味的舞蹈动作 在东方县西方向 彩风团体验到了当地离族的一种古老而奇特的习俗 三月三 一等到太阳下山了 看到那些男青年 这边几个那边几个就用那个吹的口哨 飞飞 那个草丛里面刚才一片没有人 都出了一遍 那边出了一圈 原来都是那些女孩早早就趴在那个草丛里面 那个女的不是拿着草把脸挡着吗 她就趴开她的手 先看一看 她就问那个女的 你要不要我 那个女的呢 如果看不喜欢 就说我太老了 可以了 那就点点头 哦 大家就对上了 三月三 原始的生命力 与离族姑娘羞怯生动的表情 深深印在了陈俏的心里 之后的一段时间 陈俏完全沉浸在创作的海洋里 离族姑娘的一颇一笑都被她以舞蹈的语言再献了出来 舞蹈三月三编完后 团领导在肯定的同时 却对其中的男性动作表示了不满意 于是团里选派了一位男编导刘选亮加入了创作 刘选亮的加入使得三月三舞蹈动作更加丰富和具有舞台表现力 陈俏和刘选亮两人之间的爱情种子也从这一次的合作悄然蒙发 经过了七年多的爱情长跑 陈俏和刘选亮克服了彼此的误解 还有政治出身的压力终于走到了一起 在后来的五十余年中 两人在创作上株连闭合 生活中患难于功 成为一对令人羡慕的舞者抗帝 而两人合作的起点三月三 也成了他们的结婚纪念日 舞蹈三月三的诞生引起了轰动 在一九五七年北京举行的首届全国专业文艺团体会演中 三月三和陈俏大出风头 许多团体纷纷要求来海南学习 三月三还被选送进中南海淮仁堂 为国家领导人毛泽东 周恩来等进行表演 演出第二天 其实是很多省的团体就来学 忙到我们三月三是有四个演员吧 十二个演员 又分成四个地方最交 说明他 他的作品来源于生活 而且这个是生活的根迹是非常深厚 陈俏老师他到黎族去 他和黎族的人民 他是真心的 心贴心的去交朋友 三月三开启了陈俏由一名民族舞演员向舞蹈编导的转变 陈俏向黎族人民学习的脚步并没有停下 为了挖掘到更原始的黎族生活素材 陈俏和采风队员们必须深入至人际罕至的大山腹地 他们要徒步翻越被毒蛇 蜈蜈蜈蜈蚣和山马黄统治的阴歌岭 还有一个过蜈蚣山一条条都这么长 暴雨最下的时候呢 那蜈蚣就跑出来了 我呢走在最后面 那个脚啊就这样这样 像跳芭蕾舞这样这样这样 哭啊那个自己瞎得简直不行的 屈镜通幽 陈俏和队员们来到了大山深处的丙杂村 陈俏看到了一幅黎族山乡风情画 绿油油的梯田上身着统群的黎族姐妹 头戴草莉在弯腰劳作 这种草莉由野生葵叶编程 独属于深山 在当地它既是劳作的工具 又是爱情的象征 我心里面就老想说 我应该表现一下黎族姑娘 那首先从哪里着手呢 那就戴一个帽子 把那个裙子啊窄窄的 我做这么个三角形的样子形象 很漂亮 害羞的时候呢 他们都是一个靠一个挨着的 另外呢 他们的裙子很窄 站在一起的时候呢 都是这样歪歪的 完了站累了 讲累了 就换了 一个换脚 一个个就跟着换了 他就从 站着说话 一会儿换一条腿 一会儿换一条 这样左右掩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他发现了一个非常美的 黎族少女特有的动力 这个动力后来就衍生成了 草力舞的最主要的舞步 漂亮的黎族姑娘 象征爱情的草力 梨香的山水 这一切交织在一起 一道亮光 闪过尘窍的脑海 草力舞终于诞生了 草力舞继承了三月三的舞蹈风格 丰富了黎族舞蹈与会体系 将黎族姑娘三道弯的审美形象固定下来 成为黎族舞蹈的典型动作 草力舞是陈俏黎族舞蹈的又一代表作 在第八届世界青年联欢会上 草力舞获得金奖 为陈俏带来了国际性的声誉 也让世界的目光投向了偏远的南中国 草力舞后来更被选为中华民族 二十世纪经典舞蹈作品 此后陈俏继续在黎族舞蹈之路上执着探索 相继创作出了交元晨曲 喜宋良 彩播曲 摩罗等一系列有着浓郁离家风情 和审美格调的舞蹈作品 在七十年代陈俏最广为人知的作品 当属喜宋良 喜宋良延续了陈俏的离祖舞蹈风格 陈俏从当地离祖送交公粮的场景中获得灵感 将农民肩上的扁担化为飘逸的丝绸 装在汽车上的舞蹈活了起来 舞台上被红色和金黄笼罩 营造出一片离家丰收喜宋良的热闹场面 应该说喜宋良在当时风靡全国 所有的团体几乎都在跳 他热烈、阳光、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而且符合那样时代当中 人人争交公粮的这样一种整个的时代的精神 我这个人搞东西 我一辈子都不会去搞那些 卑卑切切切缉缉缉 作词一定要有对人民有点好处 就是让人们感觉到有点希望 喜宋良 这支舞蹈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影响深远 被多次复牌、斩眼 成为一代人共同的回忆 1981年 陈翘创作了自己的另一代表作《摩罗》 这一作品巧妙地运用竹桥上下的空间 形成立体交叉式的舞台画面 这在当时的舞蹈界是少见的创举 摩罗的动作发展了离族舞蹈顺拐的韵律 生动地表现了离族孩子们去河里摩罗时 天真率性的欢快场面 该作品荣获鲁迅文艺奖一等奖 中国二十世纪舞蹈经典提名奖 这是曾任中共海南省委书记的许世杰给陈翘的提词 由于陈翘对离族舞蹈的整理发掘和取得的成就 舞蹈界送给陈翘离族舞蹈之母的雅号 而陈翘则更愿意称自己为离家的女儿 我们离族对他的这些作品确实很喜爱 我们离族人民非常感谢他 对他能够把我们这些落后的东西能够体现出来 他能够展示在社会上 首先这点我就感动 他以一人一己之力推动了一个民族的舞蹈的进步 从离族的生产劳动广泛的吸收了动力上的营养 然后非常富有创造性的发展出了一套离族的舞蹈动作 陈翘有了这样一个两个阶段的升华 一个是从原生形态的生活素材、民俗的这种东西里头 提炼成他的这个具有舞台、艺术高度的这样一些作品 然后后来又形成了他的作品 形成了对于离族舞蹈、语言体系的一种构建 这个不是当代任何舞蹈编导都能够企及的 他们做出的这个舞蹈方面的贡献呢 本身是这个时代所催生的 同时呢也这个成就壮大了这个时代的身色 离家的山水养育了陈翘 离家的风情滋润了陈翘 他的艺术生命之根深深地扎在那一片天南热土 每隔几年陈翘就会回到海南 回到那个他曾经挥洒过青春汗水的地方 陈翘深深眷恋着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离族人民 然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陈翘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离开海南 上世平 现在哪里又我去 现在我面前怎么就讲讲讲 讲到刘天虎说 我支持你把团搬出来 刘省长的一席话像一记强心针 让陈翘坚定了牵团的决心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陈翘敲遍了各个省委常委的门 一一说服了几位常委 再接下来 从省委宣传部到省文化厅 民委市规划局 陈翘逐一登门拜访 雷厉风行地办妥了 从政策到规划的一系列前期工作 最困难就是这个地皮 所有的地皮山都是一早 就到那个规划剧的门口等他 我就裹着一个棉大衣 那个剧长的车一进来 这些人就抢着进去 我就急急急急 急到他第一个 我说我们那里怎么样很困难 现在不行 你现在给我一个地 你是救我一百多个艺术家的 在经历了近两年的奔波后 广东民族歌舞团的新大楼 终于在广州市赤岗路附近落成了 后改名为南方歌舞团 从海南签团这一大胆创举 为南方歌舞团的发展 打开了崭新的局面 从我们南方歌舞团 这个一钻一瓦 都是真的是他不辞心脑去争取 花个人的精力个人的时间 创建了南方歌舞团的一个团 因为在海南就局限于李族和苗族 来到广州以后我们就可以到处去走了 瑶族地区还有壮族 还有我们到客家地区 朝鲜地区 于是有了更大的一个平台 有更多的舞蹈星座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南方歌舞团执着于民族舞蹈的创作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艺术成就 产生了一大批在国内外 荣获大奖的舞蹈作品 这一时期 陈俏的工作重心更多的向舞蹈事业方向偏移 多次带领南方歌舞团到海外演出交流 让领南舞蹈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什么是我们自己都这样 我就说你有我有 我就一直是说我有 我领南文化 我当时怎么想呢 我说有领南音乐 领南画派 完了怎么就没有领南舞蹈呢 有领南舞蹈 但是没有人拿出来 陈俏首次提出领南舞蹈概念 为领南民族舞蹈竖起大旗 他参与创办领南舞蹈大赛 为舞蹈界选拔优秀节目与人才 创立南方少女舞蹈团 为民族舞蹈事业培育后背力量 他大声几呼 痛斥舞蹈界的低俗化现象 在一切奔走呼嚎背后 是陈俏对民族舞蹈深沉的爱 我背负我的陈老师不是一朝一夕 而是每天积累积累 一步一步一步 这么十年十一年的积累 令到我呢 他伴随着我 他的精神伴随着我们 我们中间很多人的舞蹈梦 是因他而起 因他而生根发芽 感谢陈老师 一直给新生代希望 奶奶这么大的年纪了 他还在为他的这个事业 不断的去努力 想去为这个中国舞蹈 做出更大的贡献 那么我作为他的一个小孙女 这么年轻 干嘛不要 我认为 像身最后一样的 我认为他像这种 一样的 我以为是 是适当地磨灭 我认为 做出生的 简单 是 在学生中人 做出生的 成了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现了问题 舌癌和严重细菌性肺炎 两个强大的病魔 先后袭击了陈翘 瘦小的身躯 在肺炎昏迷期间 医院先后三次下达了病危通知书 家人在病床前细心呵护 昏迷了二十多天后 陈翘终于醒了 这棵宁哲不安的冰冷树 挺过了狂风咒语 重新挺立在阳光下 在近七十年的舞蹈生涯中 陈翘抱着向人民学习的态度 深入民间执着创新 坚持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深刻践行了党的人民文艺路线 在岭南舞蹈的沃土上 深耕勤众 以伟大的作品 回报养育他的人民 报效伟大的祖国 这就是陈翘 离足人民的女儿 一位人民的舞蹈家